我是刘明 台湾有100多万的身心障碍人士 我也是这100多万人中的其中一人 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为身障人士打造一个圆梦的舞台 让更多人看见他们在舞台上发热发光 跨越障碍 展现才艺 欢迎大家收看圆梦新舞台 今天节目邀请的主角之一 是天生小耳症的王冠明 小学就爱上歌仔戏台上的本末人生 高中便靠自学跑龙套踏入歌仔戏团 而完全临视力的下关顶 自幼在钢琴演奏一直有着亮眼的成绩 却在高中时因为听见小提琴美妙的音色 而转换跑道 立志成为小提琴家 坚持所爱是这两位年轻人的共同点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上午10点27分 一则通知 第二月共三夜 亲爱的下关顶 圆梦新舞台 诚挚邀请您参加节目录影 大爱台敬邀 接到我们节目录影的简讯提醒 下关顶背起行囊 独自出门要到关度 摄影棚的后台 特别来宾淑贞亲切地跟大家互动 两个主角的心情似乎放松许多 欢迎来到圆梦新舞台 当东方的歌仔戏遇上了西方的小提琴 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今天我们两位主角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 首先介绍的是新生剧方的团长 欢迎冠名 老师等一下 戴个耳机 我怕听不到 冠名如果你不戴这个的话就听不到 因为这个场合太安静了 对 所以我需要戴耳机才有办法听到老师的讲话 是 好 下一位介绍的是第一位主修小提琴的四掌声 关顶 关顶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介绍一下哪一个学校的 福人大学音乐研究所 研究所 再来介绍我们鼎鼎大名的特别来宾 欢迎李淑贞 老师好 冠名好 关顶好 我是淑贞 你好 是 看看今天你的出现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 非常地期待 尤其这两位真的目不转睛 因为都是型男 对 尤其我刚看到冠名的时候有没有 我以为那个武功高强的那种师傅 是 我还跟他说我阿弥陀佛 是 他非常地适合演那个唐三掌 不气凌 我太妖气了 太妖气了 太妖气了 没有正气凌 是 真的吗 好 一开始就是我们的三分钟的分享 谁要先 那我先好了 好 把三分钟的时间交给冠名 听你来分享我的故事 好 顶着大光头的王冠名正在做伸展运动 准备开始每日的体能训练 至今耳朵的外形已经不会影响他 阳光下我们看着他自在从容地在海岸边奔跑 我要替光头的那一个决定的时候 其实有挣扎一下 因为我觉得因为你光头 反而耳朵的状况就是会被更发现 我觉得有一个层面来讲就是 强迫自己去接受 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是一种勇敢 站上台上演出是自由的理想 更是自我的肯定 小时候你看他照相 自己摆姿势 没有人叫他摆姿势 他自己摆的 拿一条鱼鱼 鱼鱼摆在这 摆到一条鱼鱼 一条鱼鱼跳来跳去 每一条鱼都要摆来摆在那里 左左边这边是金山大庙 就是植物宫 是我小时候最常看戏的地方 从来没有想过说 自己小时候看戏的地方 然后终究有一天 也会站在那个舞台上面 大家好 我是王冠明 那大家可以现在看到 我的整个造型就是一个光头 那也其实看到我耳朵的一个缺陷 基本上我是一个所谓的 听力障碍的一个身心障碍者 那因为小时候 基因突变的关系 造成我现在的一个小耳症 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造成我的说话跟我的听力 都会有一些影响 小时候妈妈为了帮我掩盖 我的耳朵的缺陷 所以留了一个马桶盖的一个 很像诸葛亮的一个发型 随着年纪的增加 以及长大之后 还有一些工作的需要 就是演出的需要 我发觉说 与其欲盖迷章 那我不如真实地去面对自己 所以我剪短了头发 一直到前几年开始 我把整个头发都剃掉了 那也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自己可以更直接地 面对自己的一个缺陷 然后小时候因为家里住在金山 那金山有非常多的一个庙宇 那有庙宇当然就是我有所谓的 野台歌仔戏的演出 那我就是一个小时候 站在北上的小朋友 那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爱上了歌仔戏 爱上歌仔戏的原因 最大的就是因为它的舞台魅力 以及它可以让我觉得说 假如有一天我站在舞台上 我可以扮演 那么多角色不一样的人物的时候 是不是非常好 因为我可以脱离现实中的王冠名 那这一年这几些这些年来呢 我其实演了非常多的角色跟人物 那对于自己的缺陷呢 我也开始慢慢的一种 释然的放开 然后也不再的这么的刻意 所以呢一直到近几年 2016年的时候呢 我创立了一个新生剧方的剧团 那这个剧团呢 最主要是希望说 我除了自己可以圆梦以外 我也希望可以帮更多的 年轻歌仔戏演员 可以做一个圆梦的舞台 未来即便说 这个创团的经历非常的辛苦 我也秉持着 只要还活下去 一定有希望 谢谢大家 这个短短的分享 对你来说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 其实还是很紧张 紧张 你刚才有提到说要招收新的团员 我有没有可能成为你的团员 你一定超过我们的年龄 好 还是你问 好 冠名在创团的过程当中啊 你觉得你的障碍对创团这件事情是 给你更多的激励 还是会给你更多的阻力啊 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耶 因为现在目前我自己创的剧团 我基本上不太会参加演出 我都是做幕后的一个工作 那所以说我比较不用担心说 我在舞台上会出状况 那这一点我就可以比较安心 毕竟作为一个团长 高度比较 视野比较高 那有时候变成说 以前我们都是站在 比较低的视野去看世界 跟站在高的视野去看世界 我觉得那是一种 两种不一样的角度 然后变成说你的心态也要转变 即便面对困难 我都觉得 我可以去附和 是 毕竟小时候已经遭受这么多 走过这样子的历程了 对 所以我觉得说 反而对我来讲也是一种主力 就是助力这样 是 好 接下来该关顶了 对 你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对不对 那真的不一定 我希望没问题 好 好 来麻烦一下淑珍 好 关顶太帅了 非常地乐意做这个服务 来 麻烦你 淑珍现在带适当朋友 已经很熟悉了 是的 我们来到这边 出生在台中的夏关顶 因为早产导致全忙 五岁开始学钢琴 大学时北上开始独立生活 是一个在生活和音乐上 都很有主见的年轻人 好 好 好 整理好房间 他开始一天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 练琴 几乎每天 大一到大二这两年 打击厨的时候 是最可怕的 就真的都是几乎 每天七八个小时 几乎 我就是买一个面包 然后就进清房 从早到晚 然后出来的时候就觉得 我快饿死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用势力 去辅助说他的 位置在哪里 所以我们 找不到说你真正拉的位置 要大概是在这边 我们会一直偏离 可能会 这里 这里 都有 所以这个是 小婷入门最难的地方 这天 为了三月底 Live爵士乐团的演奏会 他来到了文水艺文中心 和两位同事 市长音乐家的前辈 相约来练习 这次演奏会的主题是花 三个乐器很有默契的 一搭一合 彩排的过程中 现场更是笑声不断 郁翔跟我跟关鼎我们就 其实就往很久音乐 就已经有一些默契 所以都彼此用听的感觉 大家就要互相去 去听对方的那个感觉 然后跟着走这样子 其实关鼎真的是很杰出的 觉得真的是 进步神述 他也是愿意什么 什么风格都尝试都杰出 可能像刚才练团一样这样就 就真的一边自己演奏 自己的乐器 你还要互相去听 其实关鼎算是很厉害 他即兴的功力也是 应该说随机变的那种能力 都可以跟得上我们大家 夏关鼎很珍惜 每一个表演机会 谈到这次演奏会的期待 他笑着说 当然每次的表演 都希望能够给观众 最佳的音乐享受 大家好 我是小提琴家夏关鼎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想对我来说 以前的梦想就是 能够考上音乐系吧 我从五岁开始学钢琴 一直到国中 我都认为 钢琴会成为我考音乐系的 主修乐器 家人老师也都这么认为 但是在升高中的那个暑假 我偶然的在广播中听到 世界知名的小提琴家 帕尔曼演奏的 梦德尔颂小提琴携动曲之后 我被小提琴的声音深深吸引 我觉得我爱上了他 我询问我的钢琴老师 我能不能试着用 小提琴当考大学的主修乐器 老师被吓坏了 他无法想象 我会有这个想法 他告诉我 钢琴是你从五岁开始 一直学的乐器 相对来说 掌握性一定会比较高 那小提琴 如果你现在要开始学的话 只有三年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其实非常的快 要怎么在这三年的时间 做好准备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我告诉老师还有家人 我会努力做到最好 就算最后真的失败了 但是那也没关系 至少我有努力过 于是无止境的练习开始了 最后在不断的努力之下 我不敢在琴房练琴 我怕会被大家笑 上主修课的时候 表现一直都不好 我甚至想要转学 我想要离开音乐圈 当我跟主修老师讨论这件事之后 老师告诉我 你的耳朵需要在高强度的环境下 接受高强度的刺激 如果你换了一个环境 还能接受到如此的刺激吗 基础不好可以从头来 但是你现在放弃了 那一点机会就没有了 我听进去了 接下来就是无止境的练习 练习再练习 每天早上进入琴房 一直到晚上才出来 我开玩笑跟我朋友讲说 我觉得我好像在过苦行生的生活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想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我的音乐 把我所学的一切奉献 分享给所有人 让大家知道 适当者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是小提琴家 夏官邸 谢谢大家 来 麻烦苏贞 官邸 你真的是高材生 没有 不光是音乐方面 没想到在口语表达 短讲方面也这么强 没有 我练很久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刚才在听你说的时候 真的有被触动的感觉 我觉得今天这两位除了是行男之外 我觉得他们的心里面也非常的强壮 就像是冠名 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剧团 不管是不是障碍者 其实要去经营一个剧团 创办一个剧团 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小提琴其实是在音乐界里面 就是出了名非常难学的一种乐器 对 因为就是你拉得好 就是天类 拉得不好就像那个杀鸡的声音 有没有 对 所以而且它是一个没有任何定位 你是需要靠你的手指头 视力 然后去控制把位的一种乐器 但是官邸是视障朋友 所以他其实根本没有办法用眼睛去辅助 只能用身体去记忆 所以我可以理解他说练习练习再练习 那个一定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 对不对 就花的时间真的会比一般人多很多 对 是 冠冰谈一下 你的听力为什么没有想再去做手术 让它更好 其实我这个小耳症的手术 现在你们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医美手术 它就是因为我当初出生只有一个耳垂 就是两边只有一个耳垂 然后后来就是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吧 那那个时候因为爸妈就会觉得 对小孩子有一点愧疚 他就会说把小孩子是怎样 那不然我带你去整形美容 就是从小三小四小五 就是三个寒暑假都在医院里面度过 那这个手术呢 它就只能改变你的外观 因为我的里面构造是不完整的 所以说即便你改变了也没办法就是说恢复听力 我就觉得说既然听力也没办法恢复了 那外观也这样子 那就顺其自然 大概前几年我还没办法接受自己的时候 我其实还想再去做一个手术说 至少我可以有一个完整正常人的外形 那后来就觉得好像没这个必要了 因为年纪也大了 其实与其去追究这些你所谓的正常人的外形 那我觉得不如改变自己 让自己觉得说自己是正常人这样子 其实有时候听不到也是一件好事 你对这个空间 其实刚刚冠名在谈到说 他现在很少在目前都是经营的话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听力的障碍 对冠名来说应该是一个帮助 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 因为就是当你听到你不想听的时候 你说什么 对 什么 再说一次 然后对方就不想再说了 是 问一下关顶 关顶 那个眼睛看不到应该是天生对不对 对 我天生 你觉得最不方便的是什么事情 我觉得是环境的适应 因为没有办法去用视觉 去很快地去扫过这个空间 必须靠着就自己实际地去走 然后去透过朋友的叙述 然后自己再去 再从脑袋里去建构这个地图 是什么样子 然后但是当你地图建构之后 再来就是要花时间把它走到熟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会花比较多时间 那你今天怎么过来的 搭车过来的 跟姐姐一起来 你可以不可以自己搭捷运或是公车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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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那你算是视障朋友那种导航地图很强的 因为我从大一开始就是在台北生活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人上来 然后你因为只有一个人 所以你什么事情都要试着自己去完成 虽然你周遭会有同学 他们也会愿意帮你 但是你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要依赖同学 请他们帮你做好所有的事情 那我就会从那个时候开始逼自己 就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自己去尝试 然后自己去学习这样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走路那些 就一定会弄到就是自己都可以为止这样 我觉得冒险泛滥的精神非常具备 让我想起沟伦布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人生最大的危险就是不去冒险 我觉得你真的冒险当中有没有 又发现了新的天地 新的大陆 好 在下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看到你们的才艺了 对 尤其我们的团长要唱歌仔戏吧 好期待 我们下次节目的时候有没有 来分享你们的才艺 好 今天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王冠明 那因为小时候呢 基因突变的关系 造成我现在的一个小耳症 大家好 我是小铃铛家夏冠鼎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就是把我的音乐 把我所学的一切奉献 分享给所有人 尽头来到台北市建国高价桥校的土地宫庙 神明诞辰比较多的月份 也是歌仔戏剧团生意的旺季 外台戏的演出是王冠明收入的主要来源 目前他赚的钱每一分都要拿去填补新生剧团的运作 虽然剧团三年来还是负债 但凭借着热情和对歌仔戏演出的爱 王冠明仍旧坚持理想 今天外台戏的戏码是随堂演艺 王冠明要负责讲戏 早年歌仔戏班演员普遍不试字 所以衍生出现场讲戏这样的模式 主要的功能是要让每一位演员 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进出场序 至于其他台词表演 就靠正式登台时的即兴发挥 我一加入到这个圈子其实也蛮奇妙 就那个时候有一个剧团到金山来演出 那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勇气 就直接去跟剧团讲说 你们有没有缺什么义工 然后剧团那个时候就给我一个老师的电话 然后我就打球棍 那我去的时候呢 他其实他也不希望我走这条路 他觉得男生做演歌仔戏没前途啊 开始教我之后呢 开始学了 然后才有因缘机会去到别的剧团去实习 然后就是去演出 然后才开始正式走入这条不归路 而在另外一边 为了我们的演出 夏冠鼎回到福大 拜访启蒙老师洪眼周 夏冠鼎是洪老师教学生涯中 第一位视障的学生 洪眼周的教学为夏冠鼎 领积大量的演奏曲目 并帮助修正他肢体上的演奏姿势和动作 这天他还帮夏冠鼎的小提琴换弦 他的状况其实就跟所有的视障声一样 就是耳朵非常厉害啊 听得很细微啊 可能对我们其他人来说 可能有些我们都不一定会注意到的事情 他可能就听得很细微 这样你那个A弦第一个按下去的音太清楚 然后再滑上去 但是一旦开始滑的时候速度慢一点 长一点 然后 一次四弦都要下去 到了才艺录影的日子 夏冠鼎提早两小时到大爱台 找了角落练琴暖身 好 欢迎三位再度来到圆梦新舞台 接下来这个阶段就是才艺的表演 关锦仙 为大家带来什么曲目 为大家带来梁柱小提琴协奏曲 梁柱不是24分钟 那这个节目全部都给你了 不用担心 老师我有特别剪出其中的精彩片段 大概六分钟左右 好 我们一起来欣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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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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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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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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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